开工顺利到土平安 开工顺利到土平安 在台北市长蒋万安与伪创总经理林建勋 市议员李燕秀、却梅沙、陈又成 及产业发展局长陈绝安等人共同职产下 台北市数位内容创新中心正式开工 这项BOT案投资金额达62.5亿元 透过公司协力及结合周边既有数位媒体产业 希望扩大内科产业群聚效益 另外采取企业创投方式来推展创新 预计培育140加新创事业 成为国际级数位内容创新中心 这也代表我们台北市迈向 数位创新城市往前一大步 我想这也是一个历史的里程碑 内湖科技人区已经是前台湾 最重要的产业聚目 我们目前有超过6700家的厂商进出 而每一年的营收更高达了5.2兆 而每一天进出的工作人数21万 所以我想它所产生的效益 不只是全台之冠 更是我们台湾的骄傲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伟创 特别跟我们台北市政府 共同牺手合作 这样的一个BOT案 我想未来所能产生的效益 更是无可限量 我相信由伟创之通工研院 再配合台北市政府 我们一定可以把台北市打造成一个 一个数位创新的 国际级的数位创新的城市 对这项重大BOT案能顺利开工 市议员们也非常期待 当时在柯文哲市府还有伟创 他们在联合发现说 这块基地可以做活化利用 然后希望在台北市 在国际的首都 能够打造一个科技转型的重心 那现在因为蒋市府的接棒 我相信在未来的这三年内 我们希望它的工程 顺利的完工以外 它也能够作为台湾 不管是传统产业 对接新创的平台 也能够作为原本的新创 能够做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 台北市是全国的首相之都 那所有的产业 我们都希望在台北可以带领先锋 那伟创过去在国际上是知名的产业 那也是台湾之光 我们希望透过伟创进驻在内科之后 那也带动整个台北市在产业上的产值 除此之外可以带动整个台湾的经济发展 那我相信未来在整体的台北市的数位科技上 我觉得都对我们会有更多的影响跟帮助 台北市政府参访局方面表示 台北市数位内容创新中心BOT案 新建总楼地板面积约28000平 将打造智慧型绿建筑 预计115年9月启用营运 主体事业包括育城中心及交流空间等 提供数位内容关联产业及创新活动交流与展示 其余附属使用项目则供相关产业厂商进驻 预估在50年的契约期间 可创造至少57亿元的政府收益 及创造3500个工作机会 另外这项BOT案还定有超额利润回馈机制 未来民间的经营越好 政府获得的收益也会越高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导